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包瑞漢在日前接受德国的世界报专访的时候 德国应该提高企业大额投资中国的法律门纳 否则这些企业就会将高昂的政治风险 转霸给全体的德国人 纳税人 事实上2022年的上半年 德国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额快速增长 就以德国在中国的投资 就已经高达100亿欧罗 创下了历史新高 当然这一个是2022年的上半年 现在无论是德国甚至英国 他们和美国 现在开始限制大企业投资中共 他们会加一些法律条文 就是说你要去 你很多东西你都会放弃 那当然在这里见到大企业的总裁 直接说我们在新疆间厂 我们不会倒架 那个展示场我们都不管你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政府这些始终都是民营企业 它不能够干涉你 你即是等于TikTok 你按TikTok 接着 话就说民企 但是你见到 见到什么 你会见到中国外交部毛鸣 跟你说 你不自信会为它出头 但是你见到Facebook YouTube 你进不了中共的话 你有没有见过美国出头 不会 因为那些民营企业 那你就明白中国和美国的分别 今时今日 开始加加关卡 开始 就是说 勒住勒住 甚至开始增加 就是进入中国的门槛 那在这里也都有另外 另外一篇报道 不单止是这样 德国商务更加说 今天的企业高管 其实都很清楚 市场不可能永远在点赤成金的地方 就是中共 市场 就是这样 但是你要他们 这些企业完全放弃 同样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 就在这样的背景底下 他们在赚钱 你要他放弃 你说情何以堪 他怎么做得到 但是德国压保在中国的市场同时 开始陆续积极地投入印度 越南 墨西哥 这些市场 外围替代 就是说 只要完成这个布局的话 那么中共 就是可以 就是可以有可谋 就是现在 再投资中国这个地方 这个是不可取 也都不会成为事实 就是陆续这样撤离 不再将中国 视为单一最大的市场 和最有利德国的企业 那当然 这种看法 是要陆续承认的 更重要 就是要给 给什么 给 企业家 他们明白到 在中共投资 是有政治风险 你一有政治风险的话 你就要全国德国人 跟你买单 这种这样的做法 也都 积累着德国的民意 这个就是民主国家 他们不能够一刀切 说这样就这样 他们会层层推进 接着今天改一些 后日改一些 你说这些是洗脑都可以 他慢慢将 人民对中共 那种所谓的叫做脅迫性 慢慢地用这种方法 形成了一个既定观念 当他们所有的既定观念 形成的时候 接着他们就会 和企业施压 造致他们能够脱终的效果 无论是英国 今天之前讲的 对华为 今天的德国 甚至之前的美国 在特朗普治下 当日 中美贸易战 一刀斩下去的时候 多少的企业 出来不停地求情 说哎呀 你是这样 我们要继续 实际上 它是一个推进性 民主国家 要做一些事是比较缓慢的 但是 当他们一切的条件 成熟的话 他们就没有回头战 现在德国就是这样 苏尔茨从亲中开始无铃两可到今时今日 他只有一条路可行 而德国的企业也都一样 之前以为自己有话语权 但事实上看到中共开始收拾反骨仔 而外资表面上是欢迎你 但是陆续这样 因为党 国家的安全 开始重重关卡 令到企业觉得 不是他们所想象的 以前来到中国 外资投资 是人上人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今时今日 他说不让你走 但事实上 他从来没有开放一些政策 去支援你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最终share 订阅课金 看广告 可以的话加入会员和patreon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